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诺语堂以录 在这本诺语堂以录里面 他非常清晰的把立丹学的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方法都讲了 在所有的立丹学的书籍里面 这本书是非常有特色的 因为大家知道立丹学有很多著作术语非常难以理解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像天书一样很难理解 在诺语堂以录里面 他把很多核心的奥秘度讲清楚了 所以我看了很多的立丹学的书 就发现诺语堂以录这本书很独特 但是以前大家低他的重视程度不够 所以我把诺语堂以录 就像佛经里面的六祖谈经一样 是非常重要的讲道语录 然后大致的六祖讲的六祖谈经在禅宗里面非常重要 但是诺语堂以录 大家对他了解不多 所以我就对这本书做了专门的研究 倒不是说它影响了我 而是我对立丹学的研究 所以我理解的立丹学和我自己的体会 给诺语堂以录里面讲的东西非常契合 就跟他非常相企 就是我认为他的理论水平和时间水平是非常高深 又能够讲清楚 就通书易懂 是非常好的学习立丹学的一本经典 如果西方世界的朋友想学习立丹学 可以从这本书入说 而且我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注解和翻译 然后我还有一本书叫单道实讲 单道实讲是第六祖堂以录里面的 路干个部分做详细讲解 就是把里面的精华讲了一下 那是我在香港道教学院讲课的一个记录 听说现在有人在翻译 如果将来翻译成英文出版的话 这是西方世界了解立丹学的一本非常好的教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